哈囉大家好我是兩千 那今天呢我們有一個網友啊 大概上個月的時候聯絡我 他有一台美規的K5呢想要賣給我 那今天他特別從台中開車上來給兩千 那我們等一下呢就會 呃記錄一下我們買車的過程 那以及我們來試開一下這台車子的心得 那到底會不會買到我也不知道 不過呢 車主呢其實也是很捨不得這樣子的一車 因為畢竟呢 他的故事等一下我們就一起來聽看看 到底為什麼會 這台車子1990呢幾年了 30年了呢 到現在都還沒有換車 所以基本上我相信他對這台車一定是非常有愛 那我們等一下就讓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我們買這台車子的一個過程吧 去 16氣門 16氣門 單凸輪軸 有定速器啊 大概就這邊副掉而已 這些地方副掉 這個還買的到嗎 這個燈 好好奇喔 超帥 我看到內裝 我超漂亮的耶 安全帶就這樣 然後上車以後就只要扣一個安全帶就夠了 我這個收上去你看 收上去喔 抵到這裡 摔爆了 下車的時候這樣子 再打開 離開我了 好爽 好像可以下車了 好扒碗 喔整車抖得很嚴重喔 喔定速壞掉變喇叭了喔 按下去變喇叭你看 我知道後面在用定速 喔 這個是布套 皮蟻套 喔 實際裡面都是 還新嗎 我不清楚 我只是 負著開而已 這個真的是買一個味道的 喔 90年了 2200的 我看好像其他都還好喔 比緊腳啦 比較抖 那個我沒有換 我只有換過 上個月換承動軸 左轉右轉的時候 它會ㄎㄎㄎㄎㄎㄎ的聲音 喔喔喔喔 所以我後來就換 所以你也花很多錢照顧它了耶 那時候我把它出遠門啦 後來因為剛好疫情 所以根本有出遠門 然後就 都有換過 我有換過冷氣 對 買來的時候 那台這台車的冷氣 一直有問題 我爸去怎麼修 人家都沒有辦法把它修好 然後後來就是 對 我有請我們公司那個修配場修 所以變成 只有冷氣沒有暖氣 對 但是真的還蠻 蠻棒 我覺得 就是還算 你看得出這台車的狀況 還蠻好的 因為你花真的蠻多錢 都弄過啦 所以這個車子 那你不是也是你 你看你跟你們差 沒有差很多耶 你跟我差六歲 那你七八歲的時候買的 對 家裡買的 對 因為爸爸平常是職業駕駛 平常不太想開車 他比較顧車 所以他也不捨得開 直到後來 我上班的時候 對 有在開這台車 所以多數後來都是你在開 對 當時這68萬 真的也不是小說耶 蠻 那蠻貴的 對 當時說應該算蠻貴的 68萬耶 開起來就比較沒有那個引擎腳的問題 就是 這應該算高速 但還蠻穩的 對 然後有一個問題是 我的習慣是停車擋擋拉手煞車 然後 假如停車你就直接 直接入三檔 等一下腳踩煞車 踩久了之後 你煞車會 感覺泄氣 哦 車子就慢慢往前滑 那個啊 那你就煞車分放壞掉了 這個是可以開上 有時候是那個分棒裡面 肉油了 你說它壓力不夠 嗯 所以你踩不緊 對對對 你踩下去感覺後面又還有一截 對 這樣子 然後就等於軟下去 然後車就會往前走 如果你把腳放掉再補一次就行了 對 就是分棒差不多了啦 砂車分放要換 可是這套老車就沒有關係啦 剛剛還好 我們都一直聽到那個 你看踩那砂車有沒有看到 對 彈簧的聲音 你這時候看起來很穩 很穩 可是有時候踩到窟窿你會覺得 噢溜溜溜溜溜溜的感覺 避震器那個啊太久了 避震器有換過嗎 沒有 對啊 避震器差不多啦 沒有那種回饋性了 對 它就變成說它太跳了 就是它已經軟腳了 對 應該是說你的避震器沒有像以前這麼好了 然後彈簧的疲乏了嘛 對對對 那所以你過褲子的時候 它會燉到 對對對 它因為它已經不像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狀況這麼好了 不過整體來講 都還算非常完整跟非常酷車的 這天鵬 哇這天鵬是皮的耶 是皮哥的天鵬耶 我第一次看到耶 這老吃來吃等級的 是皮哥的 這有時候這種車是這樣 其實買對這個品牌 你看這個品牌它就是 它老的車它還是 還是會有人覺得很酷 但是有一些車 就不會有人覺得 謝謝你 因為你不開工老上 還把這台車交給我 因為我在看你的影片 所以我就想說先 在MV上私訊你 看你的魔醫院 因為其實我爸爸也是說 不用它去報廢 對不對 意思都是這樣子 他的意思也是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就說 那剛好我連絡上 然後你覺得說 那你可能OK 對 然後我就乾脆簽上 幫媽媽 那是幫爸爸 對這台車 最後的溫柔 對 對不對 不要拉去報廢 這個是Sport是 變成是運動模式而已 有差嗎你覺得 我都沒在按這個 這幾下的時候就沒在開櫃子 順順開就好 那你這樣子開起來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還好耶 所以避震器有一點聲音以外 其他都沒什麼問題 然後就是換檔 稍微延遲一點 然後還有就是引擎叫 30年顧照站可以了啦 因為畢竟你要想它不會是新的 對 對不對 OK 謝謝 拜拜拜拜 謝謝 特別從台中跑來 你看 超棒的 8秒 厲害吧 90的感覺很好 90車聚 參加起來 我們等一下就來 看一下這台 1990年 胖的啊 K5還K7啊 看一下我找K7 是我們跟不上時代的嗎 為什麼都是女的啊 啊誰啊 OK 好我找一下漢達 K5玫瑰 K5 有沒有 阿扣K5 第五代 1990年 好了 那我們就來試開看看 我們等一下沿路再聊一下吧 有沒有 特別有Feel的有沒有 來 把我伸起來 走過30年 爸爸 交辦給兒子的一個任務 一台車 這種故事多麼棒 我們就喜歡這種感覺 才開多少 85000 85000mi 或是85000公里 不確定 方向都很調整 上下 所以調整一個我最帥氣的姿勢 哇賽 有點胖的感覺 那聲音聽起來 好像很喘 其實世界很棒耶 其實你看喔 我們在試開這種車子 它這個A柱其實很小 然後呢其實視野玻璃很棒 然後我覺得客人貼的格熱紙 貼的蠻好的 感覺視野很清晰耶 很清楚 引擎腳的部分大概需要更新了 還有它的放上機 轉起來的時候其實有點省 好 就來試看看 30年以後的今天這台車子 到底駕駛出來是不是一樣的 這麼棒 今天就來一個30年後的一個熱血跑法 30年了這台車才跑8萬 應該沒活過 這台車子 沒有真正的嘶吼過 就一個SPORT檔 它一般有OD檔就是 如果你是4 3 2 1的話 OD的話會選擇是一個D 然後2 然後會亮個OD OD就是變三檔 就是D3這個功能 那既然它是S的話 就獨立做一個SPORT模式 那我剛開起來感覺是延遲換檔 就是會延遲換檔 那我們就來開一下 我們現在都不要放 有沒有 一檔 2檔 貼那種頓錯明顯 3檔 喔 越來越好 棒 欸加速性不錯 還可以 這感覺 比避震性有點軟 會覺得好像比較晃一點 很厲害的時候開起來 就會有種 不放心的感覺 哇哇哇哇哇哇哇 欸其實這開沒有100欸 我還是覺得有點恐怖 速限速限 我們按照速限再開 不要亂講 還可以 整體來說 傳統一點的車子 開起來那種鋼性結構很棒 還是 扎實的感覺 這種車 它能在路上這樣 RUN的很順 就已經覺得很棒 那唯一我覺得它換檔有點延遲 可能那個變速箱有的 你要再整理一下 或是怎麼樣 它的換檔速度沒有這麼 換就是它傳統一點的那種換檔 它每一檔都很明顯 跟有一點Delay 大概 它會在2500吋左右 我現在把Sport放掉 就是Sport放掉的話 它應該會換檔比較早一點 感覺它2500吋左右才會換檔 好像變上有點超過的 再跳回來的那種感覺 就比較明顯 然後它的定速快點 定速按下去是喇叭 我們不要讓它按 你看它的內裝 你看它的內裝 超美的 超完整 然後我們車場講一台車漂亮漂亮 不是在講說 這個設計老氣什麼的 就是不是在講這個 我們講的美就是說 你看就知道這個車子很顧車的人 你就是一台美車 只要這個車顧車就是一個美車 其實一台車喔 不管多老 你坐上來看到這台車乾乾淨淨 整整齊齊 該壞的東西都補好了 每一個按鈕 它沒有任何的要缺件 要補啊 就算換一個主機 它也做得非常的完整 它不會讓你覺得這個車怎樣 破破爛爛的那樣 你看每一個按鈕功能都正常 然後 車子坐起來乾乾淨淨很舒服 我認為這樣就是一個很棒的車 不需要你說什麼改裝啊 裝一些燈條啊 那都沒有幫這台車加分 一台車坐起來乾乾淨淨 很舒服 然後東西都正常的walk 我們 估到這樣的車 我們就覺得很棒 不管這台車有沒有它的價值 但是今天任何人開這樣的車子 你就會覺得 嗯這個人對車非常有品味 也會非常的愛惜它的車 還搭配一個這個皮椅套 30年的皮椅套 說買回來沒多久就裝了 喔 彎彎的 阿拔的汗水 完了 不妥 有沒有 有沒有 有黏那個魔鬼氈 毀了 拆下來也不能開 不如繼續套著 如果沒黏那個魔鬼氈就還好 因為那個魔鬼氈它會 打那個膠 皮一點塊 衣標版字都很美我覺得 很美歸的很美 主要是真的是顧得很好啊 這個車你一看到就顧得很好 它什麼東西都很ok的啊 這個車是不錯的 但我不知道流程可以幹嘛 欸沒有鏡子欸 這個天膨你想到什麼你知道嗎 我想到了 美國那凱迪拉克有沒有 那種老車 你去看人家那個 介紹那個老車翻新的 他們那個天膨都是皮疙的 當年的那種 雪佛蘭啊 凱迪拉克啊 皮革天膨 有沒有 台獨 沒掉 再來重點是它不會沒有掉下來 這麼白 你看到沒有 這個顧得 MJ16 對吧 那種感覺 開那車就想到那個 最知名的藝人代表 開的老Honda 就是頑童的大圓 就是開這台車的Wagon的形式 這台美歸的車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呢 買這台美歸以及試駕 這台Honda K5的影片 很簡單的呢 去做一個分享 那也很高興 謝謝這樣的網友 願意把這樣子的一個 爸爸的愛車呢 分享給我們 讓我們有這樣的機會呢 介紹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對這台車有興趣呢 歡迎你可以私訊給我們聯絡 這樣的車子 其實我覺得 更算是我在做中古車的一種 職業了這麼多年以後 一個新的看法 我覺得有時候買到的 不只是一台車 更是很多背後的故事 那如果你是遇到一個愛車的人 你會發現 其實每一台車都有它 屬於他們的故事 跟一個特殊的回憶 今天也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在那邊做大家跟分享 所以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或是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古車的資訊 歡迎上Facebook搜尋 2000中古車 我們都會有更多的中古車資訊分享給你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